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白宮接受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採訪時表示 美國最大的敵手是中共 周四上午川普發布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新聞主持人史塔爾的60分鐘專訪 該節目原定本週日晚上播出 川普藉由先發布影片駁斥了左媒 對待川普與拜登的雙重標準 川普在推特上寫說 看看這代表60分鐘和CBS的偏見仇恨及無理 川普的話還沒說完 主持人就嘲弄打斷說不是真的 白宮幕僚長先前指責CBS這位記者 不是真記者 更像是個觀點通訊員 川普也認為媒體寧願問拜登 他喜歡什麼口味的冰淇淋 也不問他兒子韓特的未經證實指控 川普更直接指出史塔爾在保護拜登 每個人都是對他的醜聞不聞不問 尤其是在中國 你覺得是可以讓拜登說 我們把大人給10%的大量的錢 你覺得是可以讓你看到這些壞事 他們是獲得百萬元的錢 所以中國給他們一百萬元的錢 中國給他們一百萬元的錢 保護家人 這只是60分鐘 我們不能放在我們 希望你會面對拜登的 像你面對我面對 那會很棒的 先前川普19日在白宮接受媒體專訪 他表示拜登被中共收買 讓中共躲過謀殺罪 川普還強調如果自己勝選 要對中共做很多事 拜登被中國剩下 拜登讓中國剩下的殺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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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經把中國的賠償 和其他人都拿出了 中國的被爆炸 所以你會發現 這是真誇張的 真誇張的真誇張 但你會發現 美國追責中共的行動持續 美國總統川普上週四表示 他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有與習近平進行對話了 他也不想和他對話 川普還說要讓中共 為美國的經濟刺激方案買單 新唐人亞太電視 國際新聞總編譯